哈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那么我是卓格啦 今天呢,我就想说穿普通一点呢 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 就是想说在元档之后呢 有哪三个生肖 财运亨通,没运上 经营聚满物的哦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相信呢 这个年官马都到了 那么呢,也信这个元档的 相信大家呢,希望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会有更好的这些运势什么啦 所以说呢,今天在这里呢 卓格啦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开心的事情啦 那么记得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这里呢,要提醒一下旧的粉丝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打开小铃铛的话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那么当我们发布新影片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啦 好,那么接下去呢,我就来看一下 元档过后呢,有哪三只生肖呢 哎,这个运势呢,是好到爆的咯 那么前面我们有提到有三只生肖嘛 在这个元档之后呢 运势呢,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首先第一只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生肖属兔的朋友们 那么属兔的朋友们呢,相信呢 大家如果说有养过百兔啊 或者有看多百兔来讲的话呢 都会知道说百兔呢,是很善良的 心思简单明了 他想吃就吃,他想要跑就跑这样子 而且个性随和,非常具有亲和力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呢 就好像百兔的这个性格哦 当你是属兔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身上都会有这一些的性格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属兔的朋友们 你们的贵人欲不断啦 那么从元档开始呢 属兔的朋友们呢 你们就可以春风得意 一扫颓废霉运的哦 并且呢,可以迎财神进门 财运亨通,财源滚滚来 日日进账分厚,一路发大财 假如呢,属兔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这个元档之后呢 顺利的抓住机会 自然而然呢 就可以赢得横财满满 金银满物 富甲一番的哦 所以在这里呢 要先恭喜属兔的朋友们 你们的新的一年 发大财啦 好,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只生效呢 那么就是属鸡的朋友们啦 那么属鸡的生效这个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一路一逛来的性格呢 都是对自己有一点狠的这个性格 他们向来呢 都是很认真 甚至可以说是一丝不苟 就是要认认真真的做事情 扎扎实实的把握好这个机会 由于以上的这个性格呢 使得属鸡的朋友们呢 在元旦之后呢 得到财神的这个眷顾啦 那么由于得到这个财神的眷顾呢 自然是福兴高照 财运满满贵人运也是很饱满的哦 那么自然呢 属鸡的朋友们你们在生意方面也可以 蒸蒸日散 抖日静静啦 人生有望 灯上巅峰 贵气圆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呢 属鸡的朋友们 记得要保持一贯你们的本身的性格 要扎扎实实 老老实实的去做好你们的事情 那么自然呢 就可以得到财神的这个眷顾啦 所以无需太过当心 在2019年可能有遇到的某一些霉运啦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最后一只生肖在这个元旦过后呢 是可以得到这个财神的眷顾的哦 到底是哪一只生肖呢 那么就是属牛的朋友们啦 那么属牛的朋友们呢 多数呢 都是胸怀坦荡 狐煞 心禅 才华和智慧呢 都会有过人的这个表现啦 那么从元旦开始之后呢 属牛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这个运势呢 就牛气冲天 财艺呢 一路高歌猛进 喜迎大财天降 大喜临门 赚钱赚的 无比的顺心顺意啦 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可以看到属牛的朋友们呢 在元旦过后呢 不仅有升职加薪的机会呢 在一不小心的情况之下呢 还有可能有横财进家门的哦 财源滚滚 幸福满满 富贵日子 挡不住 那么以上的这三个生肖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元旦过后呢 就可以看到 你们的财运呢 就会陆续的提升啦 那么在这里做个来 再次恭喜以上三个生肖呢 你们在这个元旦过后呢 都可以看到 你们的这个财运呢 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哦 记得要把握好机会 来过个大肥年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 做个来也要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旺事如意 事事顺心 财源管境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也会发布更多的 年除夕到年十五的这个 竞技的这个影片 都会陆续的去发布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哦 那么也要记得 follow一下我们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的Instagram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会同步在楼上更新我们新的消息 那么接下去来讲的话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做这个互动 哦 对了 还有这个接财神的影片呢 我们也会尽快在除夕之前呢 去发布给大家看看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接财神啦 还有哪一天是可以接财神的哦 好 影片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